大家假日愉快 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婉伦 继这周台积电法说会后 才指其夜盘走跌 现在又传出爆单扛不住 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因AI GPU需求NVIDIA增加新的供应商 分散第三代高频关记忆体 及2.5D封装订单 可能将部分的订单交给Sansung 打破台积电独拿订单的局面 而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 随着生产式AI需求激增 台积电扣瓦产能吃紧 出现了订单外溢 2022年12月 三星成立先进封装部门 抢攻高阶封测 这些人士透露 如果NVIDIA认可三星的话 未来可能会将一成的 AI GPU订单交给三星 更多资讯 得带财经及时通以及客新闻 我是瓦瓦 我们客新闻下回再会 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式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